巴刷魚片丟入油鍋 這隻作響再撒上蒜酥 端上桌香味四溢 但現在民眾挑魚得要小心 因為可能會有低價魚混沖 高價魚 這個第四號跟第六號 如果大看之下的話 真的是會認為是一個鱈魚 檢驗出來結果呢 它確實不是鱈魚 交際會實際抽查 業者使用鱈魚混沖鱈魚 從外觀來看的話 鱈魚表面較不平 摸起來比較有彈性 顏色偏黃白 因為魚肉含有辣 口感會比較有嚼勁 而真正的鱈魚表面較平 魚肉顏色偏白嫩 吃下嘴入口即化 價格也差了十倍 這兩樣價格特別便宜的 檢驗出來它就不是鱈魚 所以我們呼籲消費者 應該要從價格上 來做一個判斷 消極會抽查市面上四樣名稱 標榜鱈魚的商品裡面 就有兩樣檢驗出 並非鱈魚肉 學禪業者解釋 比目魚 巴鯊魚 也都容易被混沖成鱈魚 但現在也都有嚴格規範 比目魚以前也都是把它 假裝成鱈魚在賣 那現在其實我們的那個衛生署 已經規定就是魚種標示要清楚 除了鱈魚容易魚目混珠外 消極會發現多利魚和碾魚 也有相同問題 因為欺騙商品無法有外觀判斷 就有電商平台平民 同時混用多利魚 巴鯊魚 碾魚及防魚 這也恐怕違反食安法第28條 廣告不實 電商業者投機取巧 民眾購買商品前可得看清楚 以免上當受騙 記者 陳時鋒 黃榮 參謀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